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新冠病毒肺炎正在北京蔓延 網上流傳的圖片顯示 北京街頭人際稀少 平時人滿為患的醫院也空空蕩蕩 有民眾透露 中國中醫藥大學第三醫院 現在不掛號 病人沒有預約無法拿藥 也有民眾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拍攝視頻介紹說 這家醫院 還有北京市的朝陽醫院 有異醫院和幾家軍隊醫院都說沒有床位 除了新冠病毒患者一概不收治 普通病患只能等死 2月27號 湖北前江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 鼓勵軍民舉報疑似患者 聲稱 凡前江市人員主動舉報發熱情況 經診斷確診的 會獲得1萬元獎勵 網友批評說 中共在大疫當前的情況下 也忘不了挑起群眾鬥群眾 2月28號 網友上傳的一段視頻中 一名婦女要大家看看中國是怎麼隔離的 她說 她27號剛下飛機 現在被隔離在一個5人同住的房間 她質問 五個人一個房間 這叫隔離嗎 2月27號 網上流傳的幾張圖片顯示 大陸生產口罩的工廠 都因為缺少核心原材料 不得不停工 網友說 是中共政府壟斷控制了這些原材料 不一瞬 我們的運氣 我們 第兩位